出發了,露營南深圍石崗看木棉花 好趕時間了 我要飛箭一樣搭西鐵錦上路 私出口公共運輸交回住 現在是早上8點45分 好多人花工,好趕時間 我都要加快腳步 這個是巴士站的示意圖 走啦 54號,往上川有巴士 我要上車啦,待會見 達了上川,其實有很多巴士來到上川 為什麼我要去上川呢? 我看看有沒有茶飲 有啊,待會我們回來吃午飯 我們繼續行程啦 我們穿個中國石化巴士 其實我現在要等我的朋友 我們沿著斜路上去 我正在等我的朋友 我左看右看拍下 記得一樣要早點去 隨時進不到石崗軍營的 就是入口位,我要等我的朋友 咦,發現原來他是入錯了位 來不到這個軍營 我和朋友又失戀了 我自己入木棉樹夾讀 看看,今年的木棉樹開成如何先 我自行去探路 去雷公田村 這個是另外一個入口 這個石場很漂亮 這個石場很漂亮 我們都有拍照打卡 咦,還有一個心形 回頭一望 回頭一望,雲鎖觀音山 非常之有意境 朋友還未到 我周圍走向 這裡是沿通山小路 春天特別覺得它漂亮 因為周圍都有花 我朋友來了 去回回之前的入口 红棉盛放 天气暖阳阳 英枝勃发 堪景仰 英雄树 力真向上 志气谁能挡 这个是罗文唱的木棉树 现今的人用木棉花砌成芯形 水中花是以飘零的落花感探青春的流逝 以及转注于陈世的感想和无奈 水中月 镜中花 和镜花水月 镜里的花 水里的月 是原意诗中而不可触摸的意境 比喻虚幻的景象 亦有这样解释 水中月代表人长得漂亮 气质优雅 镜中花 则代表气质端座 棉树 原产于印度 马来西亚 和菲律宾 木棉开木槿花 绿色叶就会开红花 好像风火一样 特别显眼 所以又叫做 红棉树 我们看完木棉花之后 你们记得订阅我 我们去第二道玩 我们沿斜路向上走 在这个位置看着洋子晶 好像一个花球形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拍它 我就可以拍到 香港的屎花 洋子晶 我们大约走了五分钟 就到了这个巴士站 我们进去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找一样东西 好了 我们又要找东西了 我们沿着这条路呢 我们沿着这条路呢 都见到很多不同嘴里的花 但我们不是找它 我们远处呢 就看到石缸的木棉甲道 这条路可以去不同的行山径 有河背山 我们走入一个郊野公园 是大滥冲郊野公园 到了一个凉亭呢 可以少休 但是我不休息了 我要找一样东西 走下这个铁梯 去找到了 唉 我今年早到啊 它还没开花 真的有点失望 我去年迟了来 它就开了的 着花 离开花 走了 我们又要去第二 好趕时间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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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山径呢 可以去全錦公路 和甲龙谷 知道自己在这里追日 还是追日影呢 我们不乘搭小巴了 我们要去喝茶 我们返回一个上林村 午餐时间了 我们选择 当然是茶茶 这里很多点心 好 我看看有什么吃 我们要吃饱饱了 吃完又要起床 我们要看这个八香古庙 是八香的历史见证 八香古庙 建于乾隆时期 属于香港二级历史建筑物 古庙的历史建筑物 是租于清朝 和智利间 我们趕时间了 沿路回到路口 搭巴士 去元朗 我们到元朗市中心了 我们在这里要买些东西 因为我们今晚要露营 缩一缩 我们用最快捷的方法 搭的士去三贝河 或者你可以在西铁站 走十分钟 因为我们玩了整天早上 好累 好了 到了南心围 到了南心围的环水道 每人七元 你见到我朋友的背包 好大个 他一路走一路骂我 下次不要这样走 好辛苦啊 我们到了对面 南心围了 又要上船 又要去拍照 真是几辛苦啊 又不是啊 都有乐趣的 又不要这样想啦 哈哈哈哈 我有一辑呢 就是雨后的南心围 非常之水着 南心围不论任何的时候 任何的天气 都有它的独特味 人好少啊 我们去听一下 雀仔的声音 这个是假日开的小食亭 南心围的围字 就是意思是基围之意 基围主要是养基围虾 这个小路种了一些大树 池塘被芦苇草围绕着 这个鸡公岭是海白 580米 官僚日出日落 会儿河流 和长木桥 分沙桥 其实就是拍摄圣地来的 你看看多少人来取景 和倒影 我们走上去三贝河 它是一个天然宽阔的河流 亦是泛滥平原河流 三贝河流是沼泽和湿地地区 生长不少的芦苇虫 和红树林 吸引了很多候鸟 我们现在就周围去找景 我们一路就穿过芦苇小径 其实找什么呀 我们一路向前走 我们一路就要入一间废屋 我们一样穿过芦苇 我们进入他一间屋 咦 这个就是第一间房 咦 大户人街 一个随房 三个大楼 两个小楼 我们走上天台 看看有什么景 我们上到天台 哇 外望男身围的 鱼池非常之辽阔 这间屋的内部 是什么都没有的 不过看一看都挺有趣的 这间屋的格局 应该就是 煮饭给工人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去另外一间废屋 我们去另外一间废屋 先 tube uhm acqu째还是很用不充肩 这间屋的格局都是什么 你们猜一下 现在的格局又是什么呢 也不用我猜猜了 你都看到是什么来啦 是茅翅 我们走前看到一个码头 其实这个码头就是方便一些村民的 他们在这里有鸡围虾啦 鱼塘啦 还有农田啦 这些村民呢 在塘边架起木屋居住 去到这里就是无数电影 电视或者音乐短片的取景圣地 这位主角呢就在练习中 因为我们今晚会想演一场巨片 好了 我们现在做正经事啦 我们现在要找营地啦 我们搭了一个很简陋的营幕 不知道今晚能不能顶住呢 夜难人证 我们独占婚纱条 我们现在呢就回去拍摄圣地啦 好 我们准备上演一场巨片啦 我们拍摄一个港版追击的巨人 非常之好看的卡通片 还有真人版啦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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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呢 你看看三辈河夜情啦 我呢 你也好 我呢 呢 你也好 我呢 我呢 你也好 煩天啊 我呢 这个手机板都不错 死啦死啦 雨越落越大 要撤退收拾东西了 走啦 我们一路走一路想 我们迎来听到那些雨声 又滴滴很小声 直到千军万马大雨杀到来 我们要想想仔啦 用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走呀 我坐在盗头看对面 没有人啊 水位不断上升 我又看看这间屋 还有没有人动静 咦 没有人啊 静喵喵 又要等它啦 我们整个月走开山 这个天使呢 一定会带这些装备的 春天 是行公事的 一春天回暖 有经验啊 有经验啊 是啊 带了电筒的啦 什么都带了 哦 那里有石屎路的嘛 可以走那里的嘛 这里我走过很多次的啦 本来打算晚上看雀仔的 有没有雀仔回潮啊 是啊 是啊 我打算你九点半有船啊 不是九点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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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九点半 那我看错了 如果没有怎么办 不走啊 不走啊 在这里过夜 在这里过夜 你坐在凉亭那里过夜 不怎么样 走回很远的 是啊 有两个小时的 我走过啦 我当然不走啦 又下雨 我真的很想在这里过夜 真的啊 你以为我开玩笑的啊 有电视看不好吗 是呀 我想你都会请我看电视吧 师傅 是啊 谢谢 那把船不开啊 那把钱也不开啊 如果正好我在这里 他都没走 你不在这里住的吗 在这里住的 但是我不是在这里住的 我本意呢 在这里看百了龟察 早上看神墓 现在什么都没了 好了 我搭小巴回去 这个西铁站先 好多谢各位收看 哦 记得订阅我哦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